哈囉大家好 我是玉姐搶妮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菲菲 今天很高興邀請菲菲老師 耶 老師我今天邀請來呢 我是想要知道說 不同罩杯 不同內衣 然後互相穿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效果 因為老師的尺寸是75i 真的 很完美的身材 還可以啦 然後我自己是束後才有到70h 可是我原本是70b 那我們現在就交換穿 好 好 來 來 來 我可以摘得很辛苦 搶妳的是哪一家的 我要是Q摸摸 欸 好像是妳的 是Q摸 我們家喔 我是Q摸 大奶啊 對 而且它整個型都還蠻好看 我直接把它壓下去 哇 搶妳的變大老式的變小 你為什麼會這樣啊 因為老師說不看大鴨胸 對 我已經壓下去了 對 太神奇了 小一點的奶穿大罩杯是可以包覆 可是當時買穿就會壓下去 你看看就 你看看我看到 你看看這個側樓都飛出來了 欸妳是變大欸 欸很狂欸 老師這件很包很平 對很平 你看我這件就是感覺就是 我覺得不是內衣 哇就沒收好 老師的部分都沒有收好 不是內衣沒做好 可是我的罩杯就是比妳小一點 對 像我以前其實買內衣都買比較小 以前的罩杯其實沒有做很大 然後我都會買那種 想要漂亮Lady的 那以前的VC的罩杯都好美 對 它都做蕾絲 然後我就喜歡歐巴哥啊 曼代馬蓮啊 對 然後穿久了之後 你會發現 你都會有褲子 會溢出來 然後它就會一直這樣 這邊就會有一塊 這塊很包欸 對 老師之前很追欸 好啦那這就是今天的內容喔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喔 然後也歡迎大家去訂閱MISS TV 想錄菲菲的頻道 然後記得訂閱玉姐強妮 Yeah 掰掰